澎湖南方四岛宝玉协会常务理事陈进川头部受伤,满脸鲜血。 图翻设美农爱乡协进会脸书。 分享。 澎湖海洋宝玉志工陈进川今天传出,因劝阻潜水客物非法打于遭人殴打成伤。 消息传出后引起公民团体哗然,美农爱乡协进会表示, 选择暴力,希望警方全力欺凶。 今天上午,澎湖南方四岛宝玉协会常务理事陈进川搭乘渔船前往猫鱼海域, 疑似为了劝阻非法潜水打于遭潜水客为凹受伤。 陈带商前往澎湖县政府陈晴,所幸送医后无生命危险,警方已介入调查。 南方四岛宝玉协会指出,陈进川因为劝告澎湖某潜水协会人员在猫鱼附近潜水打鱼, 而被人持线攻击投破血流,并遭人枪夺手击。 欲请澎湖县检警强力击凶,务必将罪犯生之以法。 今晚,美农爱乡协尽会在脸书转贴文章,并质疑劝阻打鱼受到暴力所伤,台湾是怎样的国度。 澎湖海洋志工陈晋川遭人殴打成伤,美农爱乡协尽会骗则暴力。 记者徐白英翻社 分享 中央设澎湖县二十日殿,澎湖望歪猫与今天传出流血事件, 澎湖共生早协会前理事长陈进川发现有游艇在客潜水打鱼,并写在脸书上。 前往劝止过程时发生冲突造成头部受伤,由同伴协助夏宋伊,海巡货报展开调查。 澎湖海巡队长红贝论表示, 陈姓民众自驾游艇出海,与另艘游艇在猫鱼海域疑似发生冲突殴打受伤,返港自行就医,由于事发在海上,由澎湖海巡队接手侦办,并掌握涉游艇人员,通报检方介入侦办。 担任海洋志工的澎湖共生早协会前理事长陈进川,今天与有人驾驶自用游艇一起出海进行海洋保育工作。 在澎湖望安茅雨附近海域,陈进川发现有艘游艇在客潜水打鱼,使劲劝止后离去,并将情形写在个人脸书。 陈进川的有人表示,劝止过程中与潜水客发生冲突,潜水客跳到陈进川船上,持潜水用手电筒砸陈进川头部后离去,全身血迹的陈进川在同伴的协助下,使返马工,前往澎湖县政府通报,向警方报案后,有有人陪同赴医院就医,头部共有三处撕裂伤,海巡等单位获报后,也展开调查。 澎湖县政府农渔局长薛红莹知道后也前往医院探视,对海洋保育志工在执行保育工作时,过程有些小曲折,但人身遭受暴力行为攻击的步伐行径,感到遗憾,也非常不认同,希望不要再有类似情势发生,以免对海洋保育工作造成影响。